我们把几个简单的,什么叫简单呢,就是容易记,又能相对找到原理的这种神煞,先给他说了。 四废日,还有天地转煞日,这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我们把这个春夏秋冬写出来。 也就是春天的更生新有,夏天仁慈鬼害,然后往后,其实可以不写了,大家会看到有基础的。 这就是一个对冲,冲这一个字,讲的不是妄想求求此,不是说他刻他,他就是装太岁。 那么,太岁所刻的,也不行,这些日呢,都是天干地之一气的八转日,也叫八转日。 但是,不同季节的八转日可不一样。 那么这个时候,对冲啊,这个产生的能量,相互就抵消。 我们讲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星体,八字学,一个能量学,用现在的科学解释。 就这么简单,那四废呢,就是意思这些日子出生的人,当然一年,可能也就这么八天。 三百六十五分之八。就是,容易,百事不成,就比较麻烦。 即使他有格局,好像,这一天出生的感觉都很强,对不对? 但是,也显得,用的地方不太合适。 就做屁大点的事,看上去很有能力。 真正有意义的事,没有功劳,没有结果,容易犯这个。 那怎么办呢?他这个能量就摆在这儿,只能慢慢去化解,慢慢去留自己这个,整个气场能量这个局。 自己的业,也可以这样讲,一样的。 在天地转上呢,就是春的一某,还有个新某,这个就要写出来了。 夏的,这两天,其实也可以不写。 你会发现,首先,也是,春天这一天最旺。 说最旺,这最衰的不好,那最旺,无极必反,也不好。 那就是阴阳之,乃天地之,气机能量之所在啊。 这种人,当然也有他的特别的地方。 但是,人,毕竟不是天地,但人是阴阳中间的结合体。 中间的这种气。 这有阴有阳,没有纯阳,纯阳那就是神仙了。 纯阴那就是鬼怪。 所以说,这个人不能驾驭得了。 就像我们说,子五某有四正位。 只有皇帝能够真正结这股气。 那别人结就有灾,就这么说。 当然了,可能皇帝也有一部分原因是, 不让你接这股气。 这样的皇子都给你稍微便宜了。 实际上,他确实一般人也占不了这种很强的磁场。 应该是这个道理。 那么,春天呢,还有一个新某,什么意思呢? 你会发现,这有纳阴历术。 这个新某,更阴新某是,更阴新某,是墓。 纳阴属墓。 所以呢,宋某墓。 这个一天,他在春天的这个墓,第一只占了墓,那又占了墓。 这个时候,我们画横线这些。 这个属于地转,落到了地上。 如果天班呢,也是同系的,那叫天转。 这个可以叫天转地转,天上地上。 怎么说都行,就这么个意思。 那这节课先说到这儿了。 那还有一个就是秋天的鬼友,冬天的人子和名子。 这个有共同的特点,我们都摘出来单独说一节课。 说的稍微详细一点。 稍微详细一点。